《沙龍分享會》 我們這場次的沙龍分享會邀請到 是《八尺門的編護人》的作者唐弗淚老師 《八尺門的編護人》這本作品可以說是 這兩年非常受矚目的一部作品 它不但獲得去年的文化部的經典獎 還有談文學經典獎 還有獲得我們今年書展大獎的小說土手獎 這部作品同時已經改編成影視作品 即將在今年在各大串的平台都可以上線 我們的作者唐弗淚老師 他本身是一個職業律師 但是他也跳槽來寫這本小說 同時他也是同齡影集的導演 也就是說他有法律人的背景 也有文學家的筆觸 他同時也有影視製作的專業 相信今天唐弗淚老師會跟我們分享他 一路上的寫作到改編影視的行路歷程 那我現在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唐弗淚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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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這個是我 這是我那個時候 發展本的編護人 得到第一個獎是靜文學的百萬小說大獎 然後得到了以後 這個出版社靜文學就幫我拍了這張照片 跟現在有點不一樣 應該換一張了 因為我已經重量了 那今天的題目是奇幻旅程 那說實在話 發展本的編護人 確實 我只想得到奇幻兩個字對我來說 我對於能夠得到這麼多獎 然後尤其是這個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這件事情是從來沒有想過的 其實以前也常常來參加書展 我老爸是很愛看書的人 他每一年都會來看書展 他今天也有來 那其實小時候來看書展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過說 自己有一天會在這邊分享自己的作品 因為寫小說本來並不是我的一個目標之一 那我一開始是做律師嘛 就是法律系唸得很順 唸到了研究所 然後考上了律師 也做了五年的律師 但是因為其實我對於寫故事 對於影視作品是很有興趣的 那當了五年律師以後 我考上了獎學金 就決定去美國念電影 那也就後來發生這些事情 那八成門編護人 其實是我第二個創作 第一個創作是一個電影 叫童話世界已經上映 已經下片了 這個今天滿重點啦 那總之呢 我本來就像我講到 它本來應該是一個電影劇本 我本來想要寫的是一個劇本 不過呢在我收集很多資料之後 發現東西太多了 資料太多了 人物太多了 可能它不是一個電影能夠講得完的故事 那正好那個時候靜文璇看到這個小說比賽的訊息 我就覺得它可以是一個 寫小說可以是一個嘗試 因為其實我也蠻 我就喜歡寫故事嘛 那雖然沒有寫過小說 但是我覺得不論得不得獎 對我來說在寫小說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為了一個劇本做準備 我把這些我找到的資料 梳理 然後整理 建立這些人物 建立這些情節 其實寫小說對我來說 一開始它是一個劇本的功課 一個導演的功課 那 對當然很幸運就是得了獎 然後 現在也拍成影集了 總共從我到我寫 我差不多花了十個月寫 但是這十個月之前 當然又大概有一年多是在找資料 不過從我寫完到現在到今天 也不過大概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之間就發生了非常多事情 包含得到靜文學的百萬小說大獎 包含 今年文學獎得了三座文學獎 然後影集也已經開完了 今年的六七月應該就會上線 所以這短短那兩年之間 其實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是我當初在寫八指門的電文 沒有想過 沒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 總結 講了這麼久 只是在講說 為什麼我要取名叫奇幻旅神 就是因為這一短短一年發生太多 短短兩年發生太多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是完全我死掉為己 那今天我 我來分享的當然我的 小說出版以後 其實我已經出席蠻多講座的 也講了非常多 關於這個小說的創作 關於我的一些概念 但是每次講一講到最後都覺得有點嚴肅 因為畢竟它的主題是蠻嚴肅的 所以我覺得在書展可以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把影視這個東西做為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說 今天應該不會講到這麼 這麼 沉重 這麼嚴肅 對那也是 今天接下來會分享一些 主要是會分享一些劇照 就是我們 在去年三月殺青的這個影集的一些劇照 一些拍攝的過程 然後試著把這些影視過程中的一些影像呢 然後套回到小說裡面 套回到故事裡面 分享這一路來的一些小小故事小小的心得 那我先做個簡單的民調 在座有人看過 看完了 Eddie的手嗎 喔 OK好 差不多一半 但是還是不能爆雷 對 表示還是不能爆雷 其實這個 今天這些劇照 是我昨天從製作公司偷出來 我還沒跟他們講說 我要分享哪些劇照 今天製作人沒來 所以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那但是呢 但是還是希望 因為這東西都是還沒有曝光的 因為我們影集他上線 會有一些行銷 會有一些宣傳的這個進程 對 那每一個劇照什麼時候要錄出 其實他們都是有規劃的 我今天算是這個 算是大家這個走運啊 特別跟大家第一手分享 那大家就不要幫我拍照 然後大家就放在心裡面 對 好 接下來要講什麼 好 那 呃 我先 我還是先簡單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還有一些 讀者 沒有看過這本書 可能甚至也不大知道這本書 在講什麼 所以我還是會先挖個五到十分鐘 講一下 這本書的故事大概是說什麼 然後 我的創作的初衷 一些創作的概念 那 八成的辯護人 他的主角是一個公社辯護人 公社辯護人 就是 就是 在法院 他的工作有點像 像律師 刑事的律師 他專門替 弱勢的 沒有前行律師的 這些刑事被告 打官司 那他等於是法院的職員 他叫做公社辯護人 他等於是義務辯護 就是 他拿的是公家機關的薪水 然後是為了這些 弱勢的被告打官司 那他的最特別的一個這個 這個主角最特別的是在於說 他同時是阿美族人 那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個 殺人的殺人案件 他要替這個刑事被告辯護 那這刑事被告已經被犯死刑了 等於是他必須要 為這個這個死刑犯呢 試著替他翻牌 但是好巧不巧 這個死刑犯 這個殺人犯 他是印尼籍的漁公 他殺死的是一個阿美族的殺人犯 這個船長呢 其實就是來自於他的部落 等於是說 這個主角他為了要處理這個命案 他必須要面對自己 部落族人的不諒解 面對部落族人的敵意 但他同時他也必須當然 面對很多 就是法律小說裡面常出現的 這個萬惡的資本主義 就是海洋的這個 魚撈的這個企業 那當然也包含 因為他是個法律小說嘛 當然當然包含在法律攻防之中 他所必須遭遇到司法上的偏見 司法上的漏洞等等之類 他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所以很多人 就是小說 小說寫出來以後 就是去年我有得到 一個電子書平台的一個票選 就是說 關於他是去年度這個 華文推理的小說 應該是第一還是第二名吧 第一名 對 但其實很有趣的是 我本來 說實際上我從來沒有覺得 我在寫推理小說 當然 你要 你要 你要做刑事辯護 你要探案 本來就會有推理的過程 對我來說那個是很自然發生的 那 對 所以說如果要我說的話 如果要我說的話 我會覺得他比較像是一個 法庭的驚悚小說 那推理當然有一些成分在裡面 新增有一些元素在裡面 法庭工坊也有一些元素在裡面 但是我認為他更偏向比較是有一點驚悚 就是我們要找到真相 然後要怎麼樣面對各種不利的挑戰 所以好 大概介紹完故事以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應該聽完故事簡介可以知道說 元素大概包含 那就是我的故事的主題大概是 死刑還有族群 死刑和族群其實是非常關鍵的兩個 非常重要兩個關鍵字 族群當然很清楚 他的主角是少數族群 是原住民 被告也是一個少數族群 他是一個印尼籍的漁工 那 被判死刑 所以族群案死刑其實是非常關鍵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兩個作為我故事的主題呢 這邊有兩個這個 一些影像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幫我第二個投影片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名的過去 這個人間雜誌創刊號 74年的 當時是很多文青的這個 這個 非常非常這個 怎麼講 非常受到矚目的這樣子的一個刊物 人間雜誌 74年第一期的創刊號 他的主題就是八十門 那八十門 或許還有一些人不知道 八十門他其實是基隆的一個地名 是一個舊城 他是位在 和平島還有正兵渝港之間的一個山坡 就是 他是一個 他是那個水道 就是和平島和正兵渝港之間那個水道 過去叫做八十門水道 好 我不確定為什麼叫八十門這種事 他叫八十門 那他的那邊有一段歷史 就是阿美族 漁工 那個時候在八十門的山坡上 蓋了一群違章建築 因為他們沒有錢租房子 但他們就是 等於是渝港的勞力嘛 等於他們就就近取材 在那邊新建了違章建築 一整個聚落 所以但是後來 政府為了安置這些原住民 所以他們就地呢 拆除了這些違章建築 改建成海濱國宅 那這個現在還存在 那現在旁邊也 又建了一個叫做原住民會館 基隆的原住民會館 總之他是發生在這個地區的故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74年 大概40年前八十門 那個時候還沒有拆遷改建之前的模樣 那是一個 這是關小龍老師 一個攝影師 他在八十門這邊蹲點了 大概三個月還五個月 拍到的一些照片 我們大概快速瀏覽一下 下一頁 下一頁 OK這目錄下一頁 大家看到這個圖片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的八十門 可以看到 我是完全沒有建築 我40年前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海港 那到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鄭兵漁港 大家應該知道吧 彩虹那邊 他曾經在那個時候 曾經是台灣第一大漁港 台灣第一大漁港 那當然你現在去看 去鄭兵漁港彩色 那邊看 你會覺得很小 好像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太多 你會覺得說 跟過去漁業榮光有連結的東西 但確實他曾經是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 漁業的據點 在台灣那個時候 所以聚集了非常多的勞力在那邊 那阿美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漁業勞力 在那個時候 好 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 那個時候的違章 他們就沿著這個山坡 新建了非常多這樣子的一個 影坊 下一頁 在其中的阿美族的小朋友 那這些照片其實 有很 我在書裡面非常多 對於八尺門過去那段時間的細節描述 都是來自於關小龍老師這些攝影集 他在前幾年也出了 重新集結這些攝影作品 出版了一個 目前已經絕版 一本攝影集 就是八尺門攝影集 非常非常珍貴的史料 我很多非常 書裡面非常多的細節 都是看著這些照片去想像 好 下一頁 他們在蓋房子 然後大家看到右邊這個照片 其實是廁所 兩個小兄妹在這邊上廁所 下一頁 OK 那個時候因為 男人都是去做漁工 所以 遠洋漁工大概出去就是一年半載 所以回來的時候呢 可能帶著非常多的戰利品回來 收到 妻子和小朋友的歡迎 好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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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給大家只是感受一下 那時候的分文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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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資料其實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大家假如真的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 那我們 再第三個投影片好了 那這同樣是人間雜誌 呃 第20期 76年的 湯英生 湯英生 大家還是做個簡介嘛 當然湯英生其實是當時非常有名的一個死刑犯 他是 剛成年的一個州族的原住民青年 他下山打工被雇主欺壓 然後失守 殺了雇主一家三口 包含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 那有看過巴士門辯護人的讀者一定就馬上可以聯想 其實這裡面的命案 印尼籍移工 他犯下這個殺人 殺人案 基本上就是湯英生命案的翻版 也有一個小女孩上命 一家三口 他把船長一家三口殺掉 那 簡單來說其實就是一個對照 那這個是我在剛開始創作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對我自己的提問 就是 那個時候是原住民 那現在呢 台灣的社會對於這些弱勢族群 對於這些勞力階級的壓迫 有沒有改變 那 看完小說大概大家會心裡有數 一個簡單的結論是 過去是原住民 現在其實 變成了東南亞的移工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深刻的對照 其實就提醒著我們 包含在我寫小說的過程中 不斷提醒我自己 什麼東西應該被看見 然後 事情到底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變得更好 那 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當時湯英生命案 在社會上造成的一些衝擊 可以透過這本雜誌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本雜誌基本上就是 湯英生已經被槍決了 他是在紀錄整個槍決的過程 基本上這個東西現在不大可能 有死刑犯 執行的過程可以被這樣子紀錄下來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基本上是整個雞皮被搭起來 因為 他太直接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封面 就是湯英生的妹妹 拿著他的骨灰 已經槍決火化了 對 好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好這是湯英生 槍決以後躺在棺材裡面 下一頁 這是他的父親 在槍決前戲 北上 應該是北上在旅館裡面 等待槍決的這個 時刻來臨 下一頁 其實那個時候 非常多的社會人是在幫助他 有神父 有各方的賢達 然後 右下角這一個 穿著花襯衫的 還蠻苦的 穿著花襯衫 那個短襯衫這個 在左手邊這個人 他是湯英生的律師 叫做董梁俊 那 如果有一點這個 比較敏感的律師 大家可以開始猜得出來 童寶居其實就是董梁俊的一個改寫 寶居和梁俊 那當然其實就是 因為我想要 簡單來說 湯英生其實就是我 這個故事裡面 命案的原型 好下一頁 下一頁 那時候還有一些 上一頁 那時候還有一些外國的人權團體 也有來關心 關注這件事情 下一頁 OK 這個是 湯英生已經 槍決了 在救護車上要送去醫院 做器官移植 然後右上角是他父親在流淚 下一頁 在做器官移植 下一頁 下一頁 這是他父親在看著他的遺體 然後旁邊有神父 那時候非常多非常多知名的人士 在聲援這個案子 這些知名的人士到今天都還是非常活躍的 大家可以看到張宏志老師的名字 他也做了一些評論 下一頁 蔣勳等等之類 這些就是當時的一些記錄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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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葬的行列 下一頁 這是湯英生和父親在法庭走廊上的一張合影 OK 當然這個後面還有很多 我就不在 因為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那總之呢 這是我故事的起點 我剛剛其實已經講過了 這是對我自己的一個提問 也是對讀者的一個提問 40年過去了 什麼東西改變了 那為什麼 我要把行和族群拉在一起呢 其實這邊最後再做一個小小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因為其實死刑在台灣 並不是一個很陌生的議題 他經常被討論 雖然沒有結論 雖然沒有解答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 算是一個非常受到矚目的一個公眾的議題 那過去也有非常多關於死刑的作品 不過我在寫的時候 我在想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新的觀點切入 那族群就是我找到的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說過去我們當然有很多作品在討論的事情 但是好像從來沒有從族群的角度去做切入 因此八尺門的變化人誕生了 他 他是我看完這個 湯英生命案 看完八尺門這個攝影機以後 的一個想法 過去是原住民現在 那 所以 呃 就是今天這個故事誕生 那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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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作品 呃 在去年 就是出版以後 他是他前年 前年 前年底出版的 至今大概一年出頭 左右 當然得到了非常多的獎項 那其實對我來說 呃 我 我最意外的就是 我當時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 我當然希望說 他是一個有 他是有文學品質的作品 我希望他是 他也是文學 但是說實在話文學是什麼 我並不知道 因為我過去是念法律 後來出過的電影 我並沒有寫過小說 我也沒有寫過很長篇的東西 我不確定文學是什麼 那所以 所以過去一整年的這些 這些 呃 得獎 其實對我來說 呃 當然意外 但是我也 因為 開始能夠 呃怎麼講 我開始 呃 也是個肯定 就是說好 我現在了解 我的方向是對的 也就是說 我把法 我自己過去法律的背景 結合 跟 呃這個 呃 其他的創 跟這種創作的這個形式 結合在一起 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那 那目前他改編成 影集 在去年三月殺青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今年的六七月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作得 那 當然到時候是另外一個考驗 也就是說到底 呃 一個故事 他變成了小說 後來又變成了劇本 後來又把它拍出來 變成影集 這樣子 一路上 呃 他的轉換也好 他的 他的 意同也好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這個 效果 會有什麼樣的這個 成果 其實我自己也是非常興奮 那也希望說大家可以 繼續關注這個這個作品 那 我今天接下來會 分享一些 呃 拍攝過程中 劇照也好 工作照也好 那 一邊看 然後一邊分享一些小故事 大概是這樣 好的 那幫我回到原本的 那邊 投影片 好下一頁 OK 這個 就是我們的寶哥啊 就是好像大家不知道 就是我們的 故事的主角 就是童寶居 那他的初號叫寶哥 呃 會跟大家想像的形象 有一點落差嗎 公社辯護人 然後 呃 對 阿美族 照理來說應該是一個非常正義的 照理來說 因為他 他為了會死刑犯辯護 照理來說他應該是一個 法律人 大家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家對法律人的想像會是什麼 那 因為我自己待過 因為我自己是法律人 我也認識非常多 法官 檢察官 律師 法律專業人士 說實在 對我來說法律人 這也是其中一種法律人 就是法律人是各種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那 當然 呃 作為一個故事的主角 他必須是非常有趣的 他必須是非常 非常吸引人的 非常吸引人的 那 呃 我對於這個 寶哥這個主角呢 我 他 他其實有點像是 反英雄 就是 他 不像是我們 呃 一般傳統 比較經典的一些故事裡面 他 作為一個辯護人 他是一個正義的化身 他是為了這個 呃 死刑犯 不顧一切 沒有 沒有自己 一點點 呃 自私自利的 這個傾向 他為了這個犯人去做奔走 但他屁股是 他其實是個非常自私的人 他其實是個 見錢也開的人 他其實 一開始 根本不想要接這個案子 他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那 故事一開始呢 我就要建立這個形象 所以呢 大家會在故事一開始 在影集的一開始 就看到 他花天酒地 他跟他的律師朋友 他照理來說 他是個公務員 他不應該 涉足這些深色的場所 但是呢 嗯 這就是他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他 決定 申請退休 他年紀差不多到了 年資已經到了 那他的盤算是什麼 他要轉任律師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退休金可以拿 又可以當律師賺錢 何樂而不為 所以呢 他決定了 他在這個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那 要退休 要轉任律師 所以他跟一群律師朋友 出去花天酒地 來慶祝這件事情 下一頁 然後我們看到他喝醉酒了 就開始 這個 不能說毛手毛腳 但是呢 就 非常討厭 喝完酒大叔 會有的行為 他都 他都會做 他就開始 看到漂亮的女生 他就會上去講兩句話 那我們看到旁邊 這個是故事另外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角 可以說是 我在這個故事裡面 除了寶貝以外 可能 我認為第二角 要說有第二個主角 那就是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 大家一眼一看 應該也知道他大概 是什麼樣的一個設定 他是一個 穆斯林 他是 他是 通常 在台灣我們看到 穆斯林會是怎麼樣的族裔 通常 大部分應該都是印尼 印尼裔的這個 族群 大部分是信奉 伊斯蘭教 穆斯林 那 他其實是一個 家庭看護 也就是印尼移工 他是在家裡面照顧一個老奶奶 等於是他們是鄰居啦 就是這個老奶奶 跟童寶貝是鄰居 當然就 他看到這個鄰居 這個美麗的看護就 趁著酒意 跟他 多說了幾句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女生心不甘情不願 完全不想 跟他有任何瓜葛 寶貝就是這樣子一個人 那 其實我在寫小說過程中 常常 寫完以後 也常常有人問我說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擔心被 譬如說 原住民的朋友 讀者 批評 說我怎麼把一個 主角 原住民 阿美族的主角 設定的是一個這樣子 然後又愛喝酒 又會調戲女生 然後 見錢眼開 自私自利人 那 說實在 我真的蠻害怕 就是 我在整個 其實我在寫整個小說過程中 因為他涉及了族群 涉及了 特定 形象 特定族群的形象 其實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 當你在創作的時候 你很害怕標籤化 污迷化 特定的族群 那當然在整個小說過程中 我 埋藏了非常非常多的線索 我去平衡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真實 因為我希望它是個寫實的東西 所以真實的呈現某些族群的狀態 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壞事 但重點是 怎麼樣 讓它擺脫 刻板印象 怎麼樣讓它擺脫屋敏化 怎麼樣讓它做出痕底 其實是我整個故事裡面在做的努力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漢人也喝酒 我們會看到 漢人也賭國 我們會看到 漢人做出更魔術的事情 總之 這故事裡面大概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角色 那 包含 穆斯林族群也是 也是我非常小心 在處理的一個 元素 就是宗教 我等一下會提到 宗教也是這個故事裡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為什麼我要 又族群又宗教 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這種 我們看似好像 非常可以有 直接強烈印象這些標籤 其實 因為 回過頭想 我的主題是死刑 死刑其實是 對一個人的 生命歷程的總體鑑 這個人他是怎麼樣 走到這一步 犯下殺人罪 他的 過去是什麼 他的職業是什麼 他的信仰是什麼 甚至他的語言是什麼 語言也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我們等一下之後還會再講到 好總之我們接著往下走 OK這個是 我們寶哥小時候 他跟他母親的一段對話 這其實都是書裡面 出現的場景 假如有看過書的人 大家你們馬上就可以 聯想到 是在書裡面 哪一部分在講什麼 那大家可以絕對放心 因為 劇本是我自己改編 導演也是我 所以他絕對終於援助 絕對終於援助 對 所以 其實基本上 等一下你們看到這些場景 這些劇照照片 在書裡面的篇章 都會馬上直接有連結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放這一張呢 因為其實 銅寶居寶哥 他有一個非常 強烈的傾向 他想要逃離這個部落 所以他在小時候 就下定決心 他要離開這裡 那長大了以後 他也成功的離開了 他成為了公社辯護人 獲得了一個 也蠻不錯的 穩定的工作 跟他的 許多的主人都不一樣 他成功的 脫離了部落 那當然有他的背後的脈絡 這是小說裡面 有仔細寫到 那這個場景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景 因為他的母親 因為他的母親 過牢 死亡 因為 太辛苦了 要養活他自己 要把他養大 太辛苦了 那他的父親呢 他父親是一個非常 失敗的父親 他父親 也犯下一些錯 然後被抓到牢裡面關 所以他對於這些 這些 生活上的 受到的壓榨也好 壓迫也好 他非常厭倦 所以他奮發土牆 離開了部落 還有烤上紅色邊 下一頁 OK 那 這邊就會講到說 這是成年以後的寶哥 我們看到一群人 圍著他有沒有 等一下我們會 再下一頁喔 OK 再下一頁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他的部落 也就是 這個我們現在所處的 就是海濱國宅 所以我剛剛講到 八十門部落 拆遷以後 興建的海濱國宅 我們整個影集 都是在 原子取景的 也就是說 誰要出現在 海濱國宅的 這個場景 都是在現場拍攝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海濱國宅 他的 算是一個中間的 廣場 他 由這些 社區 建築物包夾出來的 一個空地 那每年 阿美族 當地的阿美族人 都會在這邊 舉辦一個封田祭 這個封田祭 應該可以說是 基隆市 周邊最大的 這個原住民的 這個祭典 每年都會有這樣的 一個非常盛大的 這個活動 那當然 因為他很盛大 所以我就 要把衝突 設在這裡 也就是寶哥呢 他偏偏 要選在這個時候 回來 到兇難現場 去 尋找線索 是不是很機車 他就是一個這麼機車 這麼不喪心的人 那因此就 形成了一個衝突 非常巨大的衝突 所有人 所有他的族人都非常開心 在慶祝一年一度的聖典的時候 他偏偏要回來 把 大家最痛苦的那個 桑巴揭開來 那這邊 這個 我之所以放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要說明寶哥他 另外 他非常這個人 這個主角 我覺得這個主角最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認同 OK 就像我剛剛講 他一直想要 他從小就想要逃離 這個地方 他甚至 他從來不跟人家講 他自己是一個主角 他隱藏自己的口音 隱藏自己的出聲 沒有人 他跟他旁邊工作的同事 親近的人 沒有人知道 他其實 跟這個部落是有連接的 所以他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大家還沒有意識到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那 所以呢 總之呢 他為了這個案子 他必須被迫回到這個部落 去處理這個命案 簡單來說 這個是表面的任務 這個主角 表面的任務 他是為了要死刑辯護 他要處理凶案 但是呢 實際上 他內在的任務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 命案是外在任務 他的內在任務 其實是自己的認同的危機 他回到這邊 他必須要被迫面對 他不願意面對的事情 也就是他的血緣 他的出身 他必須要面對他的族人 過去這些親 這些一起 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他現在必須要 帶著不同的觀點回來 那這是他 這整個故事 就是在講述說 他為了要處理這個命案 到最後找回自己的認同 這是非常重要 他怎麼透過這個命案 看到這個印尼籍被告 的處境 回想到自己過去 自己族人 自己父親的處境 做一個連結 最後找回自己的認同 這其實才是這個主角 這個故事最重要的 的問題 下一頁 那當然我們會 提到非常多的 關於他周邊的族人 那其實 我們現在看到這兩位 是最重要的 左邊這個就是 被殺死的船長 比如說 餐頭髮 戴著帽子的是 這個船長的 智友 非常非常要好 從小長大 一起長大 他們其實跟同寶 就是從小一起長大 那右邊這個就是 漁船的大副 等於就是 他們是搭檔就對了 出去處海捕也是搭檔 那因此船長死掉以後 這個大副就 他非常非常的悲痛 那也成為了 故事的反派之一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右邊這是誰嗎 算是一個蠻知名的演員 對 范逸城 范逸城 那其實這一次蠻大的突破 因為他過去是比較 斯文一點 比較沒有這麼 對 這麼好像粗獷 這種 這個比較 粗魯的形象 但是 這一次他的 這個 做了很大的突破 阿美 他本身就是阿美族 大家知道嗎 對 范逸城本身是阿美族 然後 所以基本上阿美族的 台詞 他都沒問題 他其實是可以很流利的 講阿美族語 剩了我們不好不少功夫 好的下一頁 OK 這就是他 面對 自由死亡 非常悲痛的 場面 下一頁 OK 所以他後來成為了一個反派 這個地方看起來 這個地方是 基隆的 梯基樓 就是在火車站那附近的一個 非常舊的一個 一個 一個巷弄 過去曾經 曾經是 呃 姓工作者聚集的地方 但是現在 相對比較沒落 但是還是有一些 這個 呃 比較傳統的店家 出國在那邊 那我們是回到 其實我們只要發生在 基隆的這個故事 的情節 我們都是在基隆拍攝 其實基隆這個 非常有味道的地方 下一頁 OK 那講到認同呢 就必須要 思考說 我們要怎麼在小說裡面 去呈現這個 認同的問題 就主角他心裡面 他有認同問題 沒錯 但是我們要怎麼呈現出來 因為我們不能 你假如用講出來 講出來的 就很無聊 就說寶哥說 我有認同的問題 這個 這樣的故事就不好看 那我的設計就是說 他的認同問題是從 他對於他父親的態度 對他的主人的態度 顯現出來 這就是他的父親 OK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人合照 心不甘情不厭 這個 有看過書的讀者 就會知道說 這是在哪一個場景 他們拍了一張照片 非常勉強的拍了一張照片 那 右邊這個 父親的演員 他也是一個阿美族的祈禱 他是一個 他是 有一個團體叫原舞者 就是一個原住民的這個 舞蹈團體的團長 他也是阿美族的 他過去好像沒有什麼戲劇作品 也是我們找了很久 才找到比較適合的人選 那 父子關係 他們父子關係 其實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父子關係 就是 你知道父子關係嗎 你知道父子關係 是不是 對就是 他們父子之前沒什麼話講 一講話就是要吵架 那他的父親其實非常傳統 他就是 他不大講自己的情緒的 很嚴厲的 沒有什麼好聽話的 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傳統的父親形象 那當然 童寶居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整個故事裡面 跟他父親的關係不好 但是到最後 漸漸看出來 他的父親其實很愛他 他其實也是很在意他父親 包含這些 背後的這些族人 那這個都是透過故事 慢慢 一步一步往下走 童寶居他經歷了非常多的事情 一件一件的困難 一件一件的挑戰 度過了這些重重的危機 他漸漸的找回了 這樣子的感情 這樣子的認同 下一頁 OK 讓他們在基隆的 撒西米店 吃飯 那這個場景其實我蠻喜歡的一個場景 就是 這其實是故事裡面 我們第一次看到他們父子倆 稍微不那麼緊繃 因為有一個美麗的 美麗的Lina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女主角 美麗的Lina 出現 稍微緩和他們兩個比較緊繃的 父子狀態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老色鬼 他們兩個 對 稍微 稍微 對 這是我蠻喜歡的一個比較輕鬆 那在這個場景裡面 開始看到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出現 然後從這個場景接下來過後 父子關係會走到另外一個階段去 下一頁 OK 故事裡面還有其他的父子關係 那這也是故事裡面另外一個 除了Lina以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可以說是第二第三個主角 就是我們右邊看到這個年輕人 他的主角叫Lamu 他是一個人生勝利主 大家可以看到他住的環境就知道 他面對的是他的父親 他父親是一個司法官 法官 那 他也是個非常成才的兒子 他追隨父親的腳步 成為了 即將成為未來的法官 總之是一個書鄉世家 一個司法世家 那這一段父子關係 跟同保區的父子關係 是完全不同的父子關係 這個年輕人 他是追隨著父親的腳步 認為父親是對的 他要做成為法官 他要實踐心中的司法的理想 但是呢 他們的結局 也跟同保區父子非常不一樣 那這個就大家可以看書 可以去理解 那其實這是一個對照 就是說 我在書裡面 其實還有另外一段父子關係 我等一下還會再介紹 透過這樣不同關係 不同的父子關係 去做對照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差別 可以體會出 其中的意義 下一頁 OK 這就是另外一段父子關係 就是同保區 和這個 年輕的準司法官 他們在公辯寺裡面 是同事 OK 可以看得出來 就基本上沒什麼認真在做事 對 那這其實也是一段父子關係 當然不是血緣上的父子 但是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為了要一起 一起做這個死刑辯護 經歷各種的困難 劫難 最後他們會發展出非常深厚的感情 那這也是為了要看其他的 父子關係做對照 那 同樣的 我們說是同保區的認同問題 同樣的也是連健平的認同問題 因為他最後會發生一些事情 還沒有辦法認同自己原本的父親 走上他自己的道路 好下一頁 OK 喔喔喔喔 這個這場最精采 這場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 兩個 父親角色 碰面 書裡面 其實我自己也蠻喜歡這一段 拍攝過程也蠻 蠻好修 好下一頁 OK 那接下來希望花點時間講講Lina 因為Lina我剛剛說是我第二個喜歡的角色 她其實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女生 設定上非常年輕的一個印尼籍看護 那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在她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 家裡面或多或少都曾經出現過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我自己也有 但是我在寫小說過程中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非常羞愧 就是我對於這些曾經出現在我生命裡面這些看護 我是一無所知 其實雖然說他們跟我曾經生活非常接近 非常靠近非常緊密 但基本上我對她們喜歡什麼 她們在想什麼 她們在想什麼 她們 她們的人生的夢想是什麼 一無所知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思想這樣的翻轉 所以我希望說 透過這個角色去建立 去告訴讀者 其實這些人物 這些角色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他們非常非常不一樣 非常特別的人生的目標 人生的興趣 人生的夢想 那在故事裡面 她是一個非常喜歡寫東西的女生 她喜歡寫故事 甚至有參加比賽等等之類 而且她過去在印尼 她其實是一個大學生 她是一個有 她是 可以說是一個知識分子 但是為了生活 為了經濟 她只能來台灣做一些比較低階的工作 那這樣子的人物呢 她 這樣子的人物 怎樣 她會在這個命案裡面 她在這個 她在這個異鄉 碰到了這個 一樣跟她一樣是印尼人的這個死刑犯 為了要替她辯護 經歷的事情 也改變了這個印尼集刑犯 她的想法 那 下一頁 OK 當然 有一些騷擾出現 或是寶哥啊 對 所以你看不只原住民會騷擾別人 漢人也會騷擾別人 開玩笑 對 那 這個女生 這個女演員 她是道道地利的台灣人 南投人 跟印尼 一點關係也沒有 她在劇裡面 她為了這個 為了 為了飾演這個角色 她去選印尼語 然後 做了非常大的功課的研究 非常棒的演員 下一頁 這是他們在討論案情的過程 那 那 其實這邊講到 我覺得可以提到 就是我剛剛講到 語言這個元素 在故事裡面非常重要 我就藉這個角色來說明 在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我後期裡面有想到 語言這個元素 其實我把它看作三個面向 第一個 語言 我們平常使用什麼語言 我今天在這個台上講國語 為什麼不是講台語 為什麼不是講客語 其實語言的使用標示 視著權力的瀟掌 權力的動態 在這個社會上 你面對誰 你是誰 你在什麼場合 講什麼語言 那其實是 它是一個權力的象徵 所以在法庭上也是 這就是第二個面向 在法庭上呢 被告往往呈現一個私語的狀態 就是 被告為自己辯護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個是 類似一個私語的狀態 而且呢 這樣的狀態 當他是外籍人士 而且當他是 精神障礙的人士的時候 又更 這個困境又更加的嚴重 這是語言的第二個面向 第三個面向 我認為 法律其實是一種語言 雖然我們有講國語 但是我今天背一段法條 基本上那個人是聽不懂 我講國語你也聽不懂 那我們擁有法律專業知識的這些人 他們在講這些法 在講這個法律的語言的時候呢 往往忽略 這其實是一種特權 就是我剛剛講的權力 所以在這本小說裡面 我把語言呢 從這三個面向去做一個辯證 就是 他擔任的角色 這個印尼吉看護 擔任的角色就是翻譯 在法庭上 為這個死刑犯的翻譯 但是非常困難 大家可以知道 我剛剛講到 語言的這個隔閡的衝突 那回到他身上呢 作為這樣子一個 刑犯的翻譯的角色 他的困境也非常多 也至少有三個 第一個 他面對的是一個同鄉 所以你不由自主 你會對這個同鄉投射感情 他跟你講一樣的話 他留著跟你一樣的血液 第二個就是 你不好好翻譯的話 你會負偽證罪的責任 這是一個法律的壓力 第三個 你要為他講話 你要為他翻譯的時候 你同時必須面對那些受害者的質疑 同時面對自己內心的質疑 他明明是一個殺人犯 我就要為他講話 面對道德 面對正義的審問 這其實是 對於這樣子 這類角色翻譯 非常非常 這個大的心理的衝突 都由這個小小看似微弱 看似弱小的這個角色身上去呈現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好下一頁 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些法庭戰友過程 下一頁 中間是被告 旁邊是翻譯 右邊就是公社編務人 下一頁 下一頁 這是檢察官 檢察官 你不能說他是反派 因為他就是追訴犯罪 然後小說裡面對於檢察官 他真的著目不多 但是呢 影集裡面其實 後來伸出一條線是 檢察官 當然這個就 我就 不爆雷了 總之呢 在影集裡面呢 這個檢察官 後來也有一些自己的作為 小小的故事線 然後在最後收我 下一頁 公辯市裡面的一些 你知道 公辯市就不是很正經的地方 大頁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場景 就是 這是我們看到 他們三個人第一次合體 OK 辯護人 還有他的助理 這個 年輕人 Lenmu 還有旁邊這個翻譯 他們三個人第一次合體 去看守所 找這個被告 去問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我之所以喜歡這場景是 我覺得他這個蠻強烈的事局 就是這三個看起來完全 完全不應該出現在同一個時空的 三個角色 他們其實是這個故事的 三個最重要的主角 湊在一起 他們要開始去看這個被告 下一頁 OK 他們在問被告問題 下一頁 OK 這也是書中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組合 就是 司法界的騎勞們 司法界的 上一代的精英們 他們形成了一個非常堅強的 信仰團體 平常會打打麻將 喝喝酒 抽抽煙 給給彼此方便 然後他們這幾個 對故事的 在故事的尾聲 做出了 非常大的一個 行為 好 下一頁 OK 大家都知道結局 我不能爆雷 但是呢 下一頁 我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 其實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對於死刑的過程 描述得非常清楚 這其實是來自於一個電影的啟發 所以就把 呃 Fieslowski 的一部叫做 關於殺人的短片 有一個電影 關於殺人短片 他的名字叫關於殺人短片 那裡面就把 把整個死刑之刑的過程拍出來 那時候我看那個電影 我整個毛骨悚然 我覺得 必須有人看到台灣的死刑 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 那至於 拍了什麼呢 大家就 大家看影集 下一頁 OK 那其實這一 這邊其實看到 呃 漁業 官惡的資本主義 我們看到了 右邊這一位 企業家 他其實是 呃 在這個地區非常有 有權有勢的人 下一頁 OK 總免不了要正商勾結一下 下一頁 OK 餐桌上可以解決的事情 就不要到餐桌 魚外地方解決 下一頁 風平浪靜 下一頁 OK 另外一個重要主角現身呢 就是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女性的法務部部長 我們 我們中華民國 好像只有兩 兩位 還三位 女性的法務部部長 那 他結合了這些 這個角色 好 下一頁 這也是影集裡面新的劇情 法務部部長和檢察官的一個 一個衝突 一個衝突 下一頁 OK 好 呃 其實今天因為時間 真的有限啊 這個是 漁業老闆的辦公室 那個挑張照片 只是 要說這個真的是一個漁業 就是現實存在的一個漁業的 老闆的辦公室 他就在 就在基隆港旁邊 我們看到這個窗外 這個就是那個油輪有沒有 然後左上角那個基隆的字樣有沒有 他就他的窗景就是如此的 海景第一排 如此的氣派 然後我們跟他借場地的時候 不敢跟他說我們要拍什麼 沒有啦 他知道 我沒有跟他講他知道 OK下一頁 OK 海上發生了一些事情 不過呢 再下一頁好了 海上的事情 當然他們要追查真相 也有追回到海上 到漁船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個漁工要殺這個船長 那當然這個故事裡面 大家看完 可能對於台灣漁業 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但是其實 還是要做一個平反 就是 我整個填釣過程中 其實 我認為整個漁業是不斷在進步的 包含法規也好 包含這個 人的想法也好 思想也好 其實都不斷在進步 蘇聯為了要增加這個衝突 不然要把反派寫得很快 但實際上 呃 漁業也有他自己的難處 各種困難 所以 書裡面其實也透過這個 漁業老闆 黃正雄的 口中 輸出了一些非常 值得我們深思的現實 那其實這也是書裡面另外一個用意 就是說 呃 我不認為這些問題呢 它有一個 是非分明 黑白分明的解答 它是非常複雜的 錯綜複雜的一個 誠意 那 希望說 我最主要目的 希望大家看完以後 可以 想一下 就想一下就好 或許這些事情跟我們 表面上看不一樣 或許這個船長 並不是像表面上那麼壞 下一頁 宗教 宗教是我的非常重要元素 我們會看到 這一個 呃 Bina 她的 祷告 下一頁 也會看到 原住民 阿美祖他們 在他自己教堂裡面的一些 反思 下一頁 當然這個 玉尼吉漁光 它在船上 也有這樣子的場景 那其實時間不多 也差不多快結束 我最後分享一個 拍攝過的那個小故事 呃 作為結束 那可以幫我回到上一頁再上一頁嗎 下一頁 謝謝 我們那時候在拍這個場景的時候 這個場景的故事是 呃 Lina 這個看護呢 她被 被雇主騷擾以後 非常害怕 非常生氣 非常羞愧 非常難過 一個人躲在 廚藏室裡面 祷告 希望能夠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所以她其實基本上是一個 痛苦的一個 希望撫平自己傷痛的一個過程 那為了這個 這個演出呢 我們有請這個演員去跟 呃 實際上 從牧師裡去學習他們的儀式 他們要說什麼話 要做什麼動作 那我們那時候拍攝的現場的計畫就是 讓她整套做完 因為她是一個過程 她會完成差不多到三到五分鐘 就把它拍完到時候 剪接我們再做決定要怎麼樣去運用 那我在拍的過程中 喊Action以後呢 所有人現場都要安靜 不能有聲音 因為你聲音就會被錄進去嘛 所以 基本上喊Action以後 大家就是要 所有工作人員 就是在她的旁邊 周圍 四周整個片場 靜靜的作者 直到我喊他 那導演有個特權 導演前面有個螢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攝影機在拍什麼 所以 一切就定為後 我喊Action 然後她就開始做她的禱告 差不多十秒鐘 十五秒鐘過去以後 我整個雞皮疙瘩 開始起來 因為我發現 我從來沒有那麼仔細 那麼親近的 看過一個穆斯林做禱告 然後我感覺到 那是一個宗教體驗 我感覺到有一股療傷的力量 透過螢幕傳出來 傳到我身上 那是 差不多 我們在拍攝過程中 差不多拍了一個多月兩個月 是非常非常辛苦 每天壓力非常大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我被療癒了 我從來 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其實不大懂 她的這些手勢 她的這些儀式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我感覺到力量 我感覺到這個角色 她在療 她透過這一個宗教的信仰 在治療自己 同時那個力量傳出來 在治療了我 治療了所有片場的人 因為我有感覺到 所有片場的人 他們都非常靜靜的看著她 做完這一切 那 這個其實是一個結論 就是說 也是我寫小說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 台灣其實是一個移民國家 他是一個海島國家 這個土地上非常多的移民 非常多的族群 非常多的語言 也非常多的信仰 文化 到底我們 這些 這些不同 我們身為不同的這些族群 我們到底 我們差別在哪裡 我們真的有差別這麼大嗎 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彼此 我們應該怎麼樣認同這個土地 我們假如找一個路上 找一個印尼籍的看護 問她說 你是怎麼看待台灣這片土地 你在這邊工作了十年 你是怎麼認同這片土地 你認為你是這塊土地上的一份子嗎 還是不是 為什麼 我們是怎麼對待彼此的 法律實行 就是我們對待彼此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這個故事裡面 非常有一個重要的主題 我後面還有很多非常多的劇長 其實沒有時間分享 但是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後面有書可以賣 然後呢 影集六七月會上 呃 謝謝 我們很謝謝彼彼老師精采的分享 那確實文學作品 透過語釋的話 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好的作品 那你可以讓台灣的文學作品走出世界 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最快土地的故事這樣 那我們更榮幸的是 我們本週剛上任的使徒部長 今天來到就是沙龍 我們都能一起看的這個展示 那我們就是 就請徒部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要嗎 好 那 探頭可以 部長跟那個 佛瑞老師合得照一張一張 好 可以可以開書 可以開書 我們對 那請就是 呃 有艾體記者 或是有 想要合理的人員幫忙 拍一下照 謝謝 謝謝 部長 那 出席這場 其實是對文學最大的提起 這樣 那現在呢 我們就進入QA的環節 如果有 現場有任何的讀者 對這本書 或是對這個影集 有 想要提問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來做提問 來 會 臂 就會 買 branding 交給 比 有個小問題 我發現 我是很快的拿到這個書 我翻了一下 我們從GD向上過 國前員 給這個 公司 那照理來講 一個正常的情況是 印尼代表處會每一堂都派人來 我突然發現 我在畫面裡頭 像你剛剛講的一些重要的畫面 我都覺得那邊應該有一個印尼代表處 然後書裡面也看 大家發現一下 印尼代表處還有任何 那第二個是說 它是一個虔誠的意思 那你還是出一個宗教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 台灣的伊斯蘭席會 就是因為他們好像是他的兄弟姊妹 那你現在把他看 伊斯蘭的席會都沒有 也沒有任何的講述 這我其實就是這些競爭語 也要趕快 建議強烈建議上映前來拍一下 免得要是印尼代表處或是30倍 對一些的評價就完全被服飾了 那價值的評價就對於台灣 了解 謝謝 各位讀者非常厲害 翻一翻就馬上看出破綻 確實啊 就是在故事創作中非常多取捨 我等於說 非常非常多取捨 因為台灣其實也有非常多在救援這些移工的法律團體 他們是每個禮拜會去看守所 固定時間去看守所 盼望這些被判刑的移工 但是故事裡面也沒寫到 確實 但是我覺得 我只能回答說 確實這個 有太多東西沒辦法寫進去 那如果要一五一十按照現實的狀況的話 故事可能會不那麼好看 不那麼聚焦 那我最後的選擇是為了要讓這些主角能夠 什麼講 讓情節能夠聚焦 讓這些劇情能夠發揮它最大的衝突的效果 所以我沒有辦法太分散 不過我非常謝謝你 我下一部一定會 比你在這次 OK 沒問題 謝謝 那還有其他主角想要提問的嗎 嗨 嗨 不好意思 我有三個問題 然後我一一進列舉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 您在這個故事裡面提到的三種人群 包含漢人 那漢人也有分我們外省本省 然後還有那個印尼 印尼移工當中也有印尼馬來西亞這些 然後還有關於我們的原住民的問題 那在這麼多的這個角色底下 您會不會擔心政治正確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講1.35會加分 然後那首戲它確實會被嗆爆了 那你會不會因為寫這樣東西 然後你們也遇到一些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在改編成影視之後 會很擔心觀眾觀感的問題 包含說什麼 我們這個作品的目標觀眾是誰 那我們當中參與了三個不一樣的族群 那有沒有可能把這個作品 賣到印尼的時候 會有印尼的人來說 欸你們把我們都寫髒髒移工 這樣我們為什麼要買你的東西 這個版權的推廣 不會是你當初有想到的嗎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台灣的作品很容易 就是落入一種地方性故事的困境 變成說很難去推到全世界 但我相信海洋移工的問題 在全世界都有 再加上卡達最近那個足球的事情 所以移工應該會被注目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拿捏 什麼東西我們要解釋到很清楚 讓外國觀眾也看得懂這些問題 因為我想有很多影視關係 請老師再回答謝謝 好 好 OK 其實我剛剛有大概幾條 其實整個創作過程中 我都是非常站向津津津的 關於政治正確 關於族群 關於標籤 關於物理化這些事情 那我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 因為我想要寫的是寫實的 這些人目的狀態是怎麼樣 那腳去美化 那腳去美化 他其實也不認為是正確 那要怎麼樣呈現現實 又不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有邊界 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你去說明他的原因 他們是怎麼樣形成現在的狀態 那你剛剛提到的加分制度 確實在書裡面有提到 他其實算是一個小小的 輕鬆的 一個對一段 在對話裡面提到 那這其實就是我試著在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你提到這個主角 他考上大學 考上公社的辯護人 你一定必須要提到 他是靠加分的 這你不能救我一臂 但是呢 為什麼 然後他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他自己怎麼看待 別人怎麼看待 透過不同的意見 來做一個辯證 我沒有要在裡面採取一個立場 但是你只能看到 每個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不懂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這其實是我創作的一個 一個概念 但是 包含在寫小說 包含在拍影前 其實 出版社也好 製作公司也好 其實我們都非常非常小心 這件事情 所以在過程中 我們隨時會有印尼的顧問 在現場 包含語言 包含宗教 那阿美語也是一樣 也有老師在現場 那當然就是希望說 能夠 呃 忠實呈現 但是不要 有一些 自我自己想像 天面的理解 把這件事情 把這個免疫 給 給 給破壞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好 國際化 其實我覺得國際化就是 就是 就是 說故事的技巧 就是 呃 韓國 韓國的影師那麼強 其實他很多 也就是他自己 講他自己文化的東西 他自己 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國家這個 這個地區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 呃 全球市場可以接受 我覺得他們掌握了一個 講故事的方式 就是就算你不理解這個文化 不理解特定的事件 甚至很細節的法律的規定 但是你理解人物的衝突 你理解這些人物他們經歷的痛苦 這些痛苦這些作為人的情感 當我們在看一個死刑犯 執行死刑的過程 我們會感受到那些情感是全世界共通的 那我認為一個好的故事 能夠推到全世界故事 其實是掌握了這樣子的東西 人類最基本的情感 那這也是我試著在做的 當然我希望說他未來能夠推廣到 不只是東南亞甚至是歐美地區這個故事 那但是不管我的目標多大 其實最重要還是在創作這種掌握說故事的技巧 我不敢自己說這個是一個我已經非常成熟的故事 但是這是我試著在做的 謝謝 我們謝謝唐貴老師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時間在關係 所以就場次就到此解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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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請簡單 拍庇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